女人震惊地发现昨天刚刚下葬的丈夫竟然出现在监控视频中 她连忙贴近仔细查看 却发现丈夫居然怕她看不到还回了个头 安娜顿时不敢置信地捂住了嘴巴 而丈夫却接着把女儿抱走离开了监控范围 安娜连忙操作回放 那绝对是丈夫 可是这个监控录像明明是上午的录像啊 忽然间安娜想到了什么 她连忙跑到女儿面前询问 爸爸上午来了吗 他给了你一个拥抱还让你坐在他的腿上 女儿却直接摇头表示没见过爸爸 可是看到监控视频的安娜却不甘心 她连忙一路小跑上楼来到衣帽间 她准备寻找丈夫刚刚穿的那件衣服 却发现那件衣服居然消失不见 连地址留下了一个空空荡荡的袋子 安娜懵了 可就在此时门铃被暗响 原来是保姆买东西回来了 一开门安娜连忙说要给保姆看些东西 可当看到监控保姆却顿时生气地问这是监视自己吗 这是什么时候装上的监控 可是安娜哪有时间回答这些 下一刻丈夫瞧的影子忽然从监控里面出现 保姆当时就说不出来话了 她说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可是安娜却忽然发力抓住保姆让她自己看看 这里出现的可是昨天自己刚刚下葬的丈夫 可是保姆却说自己太紧张想要点水 可是下一刻意外忽然发生 这保姆居然有被而来 当安娜洗好眼睛 门铃却再次被敲响 闭开门原来是调查自己丈夫死亡的警探来的 她连忙说有些很奇怪的东西要给警探看 却不料回到笔记本前那个SD卡居然消失不见 安娜连忙说自己丈夫在监控里出现了 可是却被保姆拿走了SD卡还对着自己喷胡椒水 警探以为那是旧的录像 安娜肯定记错时间了 安娜却很确定就是她 警探却认为这可能是安娜太悲伤导致的 然而实际情况只有安娜自己知道 那绝对是真的 可是警探却是为了正视而来 她再次询问安娜丈夫被枪杀的案发细节 安娜完美附属 两个戴着面具的年轻人骑着摩托想抢自己的包 就在自己的包被他们抢到时 他们还描上了丈夫的钱包 当丈夫不答应时 他们掏枪就说 可是警探却问安娜怎么能那么准确地说出那个格洛克17的信号 这有点不可思议 安娜却说她自己就有一把 原来安娜曾是个直升机驾驶员还上过战场 她还说那时候肾上腺素飙升让自己很是兴奋 警探却忽然说想要看看她家里的枪支 安娜直接打开了保险柜 可是警探却似乎对柜子里的不感兴趣 下一刻她看到了一个外面的枪 安娜上前说 这就是那个跟着自己上过战场的格洛克17 如果当时她带着枪那么当时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警探老黑却说要收走这把枪做个见底 安娜顿时无语 难道怀疑自己杀了丈夫不成 可是人家是警探 她也只能听话地放进去 警探一离开安娜就走到了监控上丈夫座的位置 她努力回想着监控里面显示的一切内容 可是紧接着她忽然想起 自己应该取回自己的SD卡 还有保姆为什么突然袭击自己并拿走她 于是她准备先将女儿先送到姐姐家 却忽然发现一辆红色汽车正紧紧跟着自己 她顿时高度紧张 却不料下一刻那个车在岔路口拐弯 安娜这才放松下来 而就在几个月前 她的姐姐也忽然被人杀害 看着姐姐的遗物 她堵不四人再次陷入一阵伤心 于是她连忙说将女儿交给姐夫照顾几个小时 随即她很快赶到保姆家里 她说自己没有恶意 只想了解到底为什么 可是却如她意料中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可当她来到窗户边向里面看 却发现里面水壶在燃烧 她肯定在家 可是为什么她就是不回应自己 于是安娜再次换个地方呼喊保姆 却忽然发现一双脚 她说自己看到她了 那双脚却忽然收起 而面对这一情况安娜也毫无办法 而这边的警探当晚就收到了 技术科的弹道检测报告 射杀安娜的丈夫 瞧得那个9毫米口径子弹 就是第四代格洛克17型手枪 那个结果让她震惊 难道是安娜杀了自己的丈夫吗 可是她有什么动机吗 而第二天的安娜却对那辆红色小车起了疑心 于是请老战友帮忙查询一下 她说这几天她跟踪了自己两次了 就在此时婆婆打来电话 她一开口就问安娜发生了什么 保姆现在就在她那里 还说再也不会给安娜打工了 安娜一听却顿时着急忙慌的就要赶过去 可是一进门 婆婆却告诉她自己让保姆离开了 而看婆婆那架势明显就是故意的 她气冲冲地问婆婆为什么要这么做 婆婆却说保姆一杀的家庭几辈子 就是自家的保姆了 甚至比你来得还早 安娜却直言那也没有自己重要 我是你儿子的妻子 也是你孙女的母亲 她有告诉你在她拿走的SD卡里面 我看到什么吗 婆婆顿时有点懵 安娜却说自己看到了乔 就是你的儿子乔 婆婆也懵了 安娜说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一个刚刚下葬的人 确实出现在了SD卡里面 她怎么可能还能抱着自己的女儿 婆婆却让她住嘴 那不可能是真的 那是你想看到她所以就变成了真的 也就是幻想 甚至婆婆怀疑她的状况 可能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带着自己的孙女 安娜知道和这个总是低看自己一眼 婆婆说再多也没有 她认为上过战场的自己 就是一介五夫粗俗不已 于是她只能在临走前强调自己没发疯 自己确实看到了她 可当她一回家 警探老黑却再次来到 他们说经过弹道测试 那个杀掉你丈夫的枪和杀死你姐姐的枪是同一把 安娜顿时震惊了 这一刻她根本看不清任何方向 姐姐被杀时她还在战场 却忽然接到了丈夫桥的电话 她告诉自己是自己的姐姐出事了 她马上飞回国 可是一切却于事无补 那一刻她感受到了亲情的重要性 于是她直接从战场退下来做了一个直升机教练 接着警探询问她姐姐被枪杀时安娜在哪里 安娜却转头问他们 你们是怀疑我杀了自己姐姐 又在几个月后杀了自己丈夫对吧 当时我在战场 警探连忙否认并说我们的第一嫌疑人是你的姐夫 可是现在杀掉你丈夫的枪又是同一把 那么不得不怀疑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 安娜说那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 自己的姐姐是一个优秀的药剂师 而他们只是由自己练接起来的普通的亲戚关系而已 留下一番安慰后警探随即离开 可就在此时保姆将SD卡插入了笔记本 当看到里面本该是去的桥的录像 她顿时神情紧张的快速删掉 而接下来的几天里安娜也不断回想着警探的话 两次谋杀案为什么是同一把枪 到底有什么事情能把他们链接起来呢 忽然间她想起了姐姐的好朋友卷姐 她问卷姐在姐姐遇害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事情 卷姐忽然想起什么 就在安娜的姐姐克莱尔遇害前三周的一天 他们在外面吃饭 忽然克莱尔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匆跑了出去 而在外面打电话的她神情分明很是激动 而更奇怪的是她用的手机居然不是她常用的那一把 所以她想为姐妹保命 却不料安娜忽然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她生气地说这个秘密电话绝对是关键信息 很快她就赶到了姐姐家里 而经过一番搜寻她果然发现了那个手机 可就在她拿起来时 姐夫却忽然来到 而一看到手机她居然立刻让安娜交给她 她说自己一定要知道妻子藏着什么秘密 牵涉到姐姐死亡的真相她自然不肯 此刻她谁也不信 姐夫却忽然表现得异常着急 要知道安娜曾上过战场 防导她那不是分分钟 她说着抱歉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警探老黑和同事也找上了保姆依莎 可是依莎竟然说是安娜先攻击了她 可当警探问起原因 依莎却说这可能是她刚刚失去丈夫悲伤过度的人导致情绪异常吧 她真的吓死我了 可当问到视频 依莎却坚定地说里面一片空白 可是警探却就到了问题 那么依莎为什么要偷走SD卡呢 依莎却故作吃惊地说这怎么可能 她真的疯了 我真的很担心她的女儿 而此刻手机到手的安娜却已经到家 她连忙给她冲上电 很快她打开了手机 而在通话记录里她找到了一个号码 而当她开始搜索 却发现这是一个名为一号玩家的接机俱乐部 短暂思索后她再次立刻出发 她一进去就直接找到了经理 可当她说出姐姐的名字 对方却神情不自然地说自己没有印象 于是安娜直接拿出了手机说自己姐姐被谋杀了 而她有一个秘密手机 她试试前的三周连续16个电话 却一直都是跟这里联系的 而她只需要看看摄像头就好 可老黑一听却直接说他们没两周删除一次 接着老黑问她还有事情没有 眼见对方吓了 除克令安娜只能无奈离开 可是一出门她却再次发现了那辆红色小车 姐姐和丈夫先后被谋杀 还有跟踪自己的小车 接着是监控里莫名其妙出现的丈夫 而后还有这个奇怪的保姆 这一切似乎都笼罩着一个巨大的谜团 而第二天却是丈夫的遗嘱公证 安娜再次赶到了婆婆家里 可是公证人却说这个公证要延期了 因为他们还没有拿到正式的死亡证明 一时间所有人都面面相许 婆婆试图说自己已经办过葬礼了 可是公证人说这样也不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丈夫分明已经被枪杀而且下葬 可是死亡证明居然还没开出来 可是很快小骨子就找上了她 她说自己的哥哥可能没死 原因是她查询了家里最近的交易记录 他们大部分的资产最近都被转入离岸账户和数字账户 可是其中有一个收款人每个月都会收到家里的一笔钱 而那个人却正式负责调查 乔和自己的姐姐死亡真相的警探老黑 安娜立刻找到婆婆询问这是什么意思 婆婆却一脸无辜地反问安娜说的是什么意思 自己根本不懂 就在安娜忍耐不住时 自己老公乔的大哥忽然开口说借一步说话 而一到楼梯口她就警告安娜 虽然她知道安娜很难过 可是她奉劝她不要再插手这些事情 与此同时姐姐克莱尔的两个孩子 却在家找到一个老实相机 那里面居然还有一卷微冲洗的胶卷 好奇之下他们跑到了冲洗店 当照片洗好之后 表情顿时凝固 而那上面的时间清晰地显示着2003年 可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中年龄最大的姐姐 都还没出生好吧 谁是这个人 我不知道 我的天啊 看 雪花 我可以在妈妈的墓 我可以在那笔 什么笔